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是谁做的布偶 也不管是谁放到那儿的 有人想置战于死地 这点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一个小布偶让原本对两位哥哥疼爱有家的乾隆爷龙眼打怒 甚至把他们打入天牢 为什么呢 就因为这个小布偶和乌骨有关 在古人的这脑袋里 乌骨那是一种罪恶毒的诅咒的害人的巫术 那么这种巫术可怕至极 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所以古代很多王朝都规定了 放乌骨者一律处死 严重的呢 还要诸九族 当然 在现代社会 除了电视里面 咱们已经很少听说这玩意儿了 那是不是这玩意儿已经绝迹了 或者说它根本就只是一个传说呢 这还真不好说 你要是有兴趣 作坊和红宇一起 通过今天要说的事儿呢 去探个究竟 湘西的凤凰县 虽然是一个小历 名气那可不小 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 它还是一个以神秘而著称的地图 咱们故事的主人公呢 就是画面里面吃东西的这位 他叫高君 就是凤凰一个小村子的村民 还有人要问 这高君在吃啥呀 哎 告诉你 人家正在吃生黄豆 那你肯定又要问了 哟 这黄豆也能生吃啊 其实啊 生黄豆这玩意儿那是又苦又色 它不好吃 那这高君为啥要吃这个难以下咽的东西 还吃的津津有味呢 哎 那就得同条说起来 南方的十月 那正是农忙的记忆 可这天上午 高君呢 去抛下地里的农活 早早的那去回了家 为什么呢 原来啊 胃痛和恶心已经折磨了高君一个上午 定了 高君一没感冒二没胃病 那好好的怎么就会恶心和胃痛呢 突然 高君的母亲呢 好像想到了 她急急忙忙 从厨房啊 就端出了一碗生黄豆 而一看高君把这个生黄豆吃得津津有味儿 母亲变得那是脸都绿绿 为什么呢 哎 这在村里的一个可怕的闻说有关 我们那个在这里面呢 第一组家里呢 叫做陈楼腐 陈楼腐 她的车子呢 就已经姓唐 唐氏 她这个病放了以后呢 其实二十年了 二十年都治不好 最后呢 就死了 死的时候呢 病死的时候呢 病死的时候呢 病人不是要把它收头吗 收这么头啊 好 刚刚一收啊 她整个的头盖骨啊 头盖骨全部都脱了 好 一看里面呢 全部是空的 里面什么都没有 发了什么东西呢 发了那个蛮腻 蛮腻到那边 这个在里面慢慢地吃了二十年 把她的脑胶啊 脑子全部吃光了 所以她就死了 19年是18年是过去死了 他们的父亲死的时候就是肚子里有趋力在成问题 不是我一个人 觉得很多东西 您当时看到的怎么样了 看到的 我就症症打肚子 看一瓶后 死不喝一喝 这就是一区 那大家怎么就会说这一种重疾 这就是个犯骨 无法生 坐立不安 有事要躺在床上啊 躺在床上一起来 其他一躺在床上 是感到不安理 所以这个就是成为我 因为买药是吃不好的 那严重的会怎么样呢 严重就会死 原来就像咱们刚刚听到的 高军所在的村子流传着很多放骨的骨骨传说 所以呢 村民们基本上那都是弹骨色变 而据说呢 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被放了骨 那吃点生黄豆就知道了 有人种骨以后 他的胃脚就是发出一些变化 比如说他一般的检验就用那个黄豆 生黄豆让他去吃 一般正常的人吃那个黄豆肯定有什么腥味啊 但是他认为中骨的人吃了以后 他没酒的行为 而且有香味 哎呀 光是听村民们前面对骨的那些描述 那就能够让人汗毛都竖起来了 难怪这高军的母亲要吓得脸都绿了 那您说 如此阴险狠毒的招数 那这个放骨的和那个被放骨的人之间 一定是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啊 哎 这高军他又是招了谁惹了谁 被人给放了骨吗 您是不知道 高军在村里 那可是出了名的老师忠厚啊 你别说招惹别人了 就是别人欺负那都不再还手了 您说 谁会对一个这样的老实人下毒手 哎 母亲呢让高军仔细回忆 想来想去 高军想起这么件事 原来 头一天 高军他经过了村里一户人家的门口 看那家的人呢 在门口剪菜 就和他聊了两句圈 谁知道呢 高军的母亲听了之后啊 那是大惊失色 连忙问 是 是 是 和你说话的女人 是不是那谁是谁啊 高军说 是啊 看到高军点头 母亲这次啊 直接是晕了过去 接受到 凤凰一个村子的村民 高军莫名其妙的开始恶心和喂他 而一听说发病的头一天呢 高军和村里的一个女人聊过几句天 高军的母亲那是吓得晕了过去 为什么呢 原来 和高军聊天的这个女人 身份那可不一般 她是让全村人恐惧的骨婆 她也就是会放骨的女人 那有人要说呢 这这骨婆跟高军无冤无仇 她为什么要下骨害高军呢 咱们想不明白 可高军母亲这些村里的老辈子 心里却跟着明镜谱 这骨婆要害人 那可不一定要有啥冤仇 她不需要发骨 为什么要发骨呢 在北域是好像你基督一样的 你沾上了这个斗风呢 你这个斗也发作了 你必须要去斗 那么骨风呢 它这个到时有时间去 一旦骨风发作了 它心里呢 心慌热乱 这个控制自己就自己 所以必须要发骨 发骨头应该可以去吃骨 但是有些呢 这个新读的那个 这些人的 他就放上 放一个人可以去三年 特里呢还有一种说法 说只要放骨人三年不放骨 他就会自己中骨而死 那照这么说 那骨婆当然是以害人为己 只是 这话听起来还是太玄武 您说高军只是和那个骨婆聊了几句 他又没有任何身体的接触 那怎么会突然之间就中骨 哎 村里老伯人也说了 那可用不着什么身体接触 他发的心头来就好像这个现在 有时候他不打发你 就是他给各个人倒吵 去抢一下这个线了 被在地下 好 你人的身体不大 顺利的时候 原来呀 这骨和病毒呢还挺像 他能产生多大的威力和这个中招者的体质呢还有关系 第一是好免疫力强的 就算中了骨毒 那也能够挺过去 可那些老弱病残呢 那就可怜了 一碰到骨毒他就中招了 而高军呢 就属于啊 这体质不太好 所以呢 跟骨婆说上几句话 就被人给吓了骨 说到这儿 那有人要问 这说了半天的骨 这骨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咱们呢先来看看这个骨字 上面一个虫 下面一个敏 按汉字的这个组合规律 意思呢 那就是把虫子放在一个器皿里 所以呢 不少电影里面把这骨啊 都说成了一种奇特的虫子 对了 我想起来了 有一样东西给你们吃 把这个给我吃下去 那是虫啊 哇 你专门是养虫的 废话 吃了它 这什么虫啊 这叫天坛虫 你们吃了以后 如果想开溜 我只要敲击命 不要敲啊 我们马上会长春杜烂而死 而在大名鼎鼎的本草纲目里 关于这骨 它是这么说的 取百虫入瓮中 今年开尊 必有一虫 进食诸虫 此即名曰骨 说白一点 那就是骨氏骨婆 采集各种毒虫 大到蛇小到狮子 放到一个闷罐子里面 然后呢 让这些虫子呢 相互厮杀 最后活下来的虫子 如果是蛇 那么就可以把它做成蛇骨 如果活下来的是狮子 那就可以做成狮子骨 而甭管是什么骨 那都能够让人生不死 哎 那既然按老人们的看法 高军是中了骨 放的骨 那也没办法 那得想办法 赶紧剪这骨 那怎么剪啊 让高军吃了生黄豆之后 高军的母亲呢 又做了一件 在常人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 只见她从厨房里面 拿出了菜刀和砧板 一边嘴里面念有词的 用力拿刀剁砧板 一边拿就在村子里面撞开 发现崔鬼婆就用砧板剁 像剁刀剁刀这么剁 跟崔鬼婆那个法术的剁刀剁刀剁刀削弱了 刚刚村民嘴里面说的 草鬼婆啊 那指的就是骨婆 当地人相信 这骨婆听到了剁砧板的声音 她就会因为害怕而受 当然老人们还说 这种解骨的方法 未必每次都有 说白了 那还得看这个骨婆是什么人 道行深还是道行浅 道行浅呢 这法子呢 听管用 那么碰到道行深的 这剁砧板的法子 那可就不灵了 说到这儿呢 肯定有人要问 这感觉这骨婆还分三六九等 那究竟什么样的人 才会变成骨婆呢 总不可能天生就是骨婆了 这个问题问的好 村民们说呀 这骨婆啊 用独虫来控制人 顺从他的意志 任凭他的操控 那么放骨的目的呢 无非就是加害自己的仇敌 或者是想谋取被下骨人的钱财 总之啊 是居心不良 那么这邪念在人的脑子里 他又没写的脸上 这村里的人 他比如说高居的母亲 他怎么就知道谁谁谁是骨婆呢 哎 村民们又说了 若要人不知 除非其莫为 这几百年下来 大家也都知道 在分辨骨婆的方法 骨婆一般来说 就是说那个人 六十岁个 六七十岁个老 这个老妇女 这个妇女呢 一般来说呢 她穿的比较这个难弄些 肝脏些 总结一下 这让当地村民 潭汁色变的骨婆 一般都是穿的 破破烂烂的五六十岁的老妇人 长了一对猫眼睛 而当她的眼睛变红的时候 就说明她的道行呢 已经登峰造极了 哎 这个方法呢 听上去有点 以貌取人的意思 您想想看 如果刚好一个 穷人家的老太婆 穿的破烂点 正好还得了红眼病的方 那岂不是会把 这个附近的村民都给吓死啊 哎 这种玩笑呢 咱们现在看该可以 您可千万别去和当地人说 您要这么说呀 那就等于是挑战当地人 多年来的信仰 你要知道 当地人不仅 坚信古坡的存在 而且 要不少人还亲眼见过 古坡斗法的场合 这是1919年的时候 在农历的九月 收完那个农作物的时候 在那个稻草前 山坡下来的地方 当时我们和那个 有个楼边 现在已经是 新皇帝楼边已经是 这两个看到 不是我一个人看到 我两个人看到 看到这个牛虾 虾呢 像我倒是这样 飞上去 这样碰 虾都碰 有时候还都下成了 大概看到大概十五分钟 哎 这个村民嘴里面说的 古坡斗法 又是飞 又是碰 跟咱们在武侠电影里面 看到的高手决斗的场面 那差不多 不过呢 真正见过 古坡斗法的村民 那很少 而据说呀 受到 孤独残害的人 却 人一剁 那怎么解骨 那就很重要 哎 说到这儿呢 咱们又得说回到 主人公高君身上 刚才说了 高君的母亲一开始 用剁针板的法子来解骨 尽管她剁着针板在村里面 走了一圈又一圈 那么 古坡家的大门呢 却一直紧闭 里面呢也没有半点生效 而高君的病情呢 也没有丝毫的好转 反而是疼的 那是在床上 不断的打滚身影 哎 就在这时候 一位自称能够解骨的高人 登门了 什么人呢 仙娘 原来啊 在凤凰 如果有人认为是中了骨了 那就可以请这个仙娘来指的 这仙娘啊 也是一种极为玄妙的东西 据说呢 他们可以和天地通灵 那么 这玄妙的仙娘 她又是怎么来解骨的呢 哎 只见这个仙娘 拿了一个鸡蛋 放在了高君的枕头里 而这个鸡蛋的蛋黄 将会泄露骨的秘密 手下一看见这个蛋 心想怎么样 我家在干嘛 一起整嘛 一会是玛妮嘛 一会是山蛸嘛 一会发抖气嘛 还一直打舌啊 他其实把扎刀把花都溜 要是玛妮子呢 他就点点点一下 针点点的走走 不成心里走 要是山蛸的话呢 就好像一样 也像一样 然后一个一个 嘴巴抓 抓出来的 那么一直 要是兜气的话呢 他就是害的 那就给我带着回去 什么就黑了一般 村民这话呢 可能你还没怎么听明白 他的意思就是说呀 种了不同的古毒 这蛋上才就会显现出 不同的花纹或图案来 而先娘呢 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古的种类 对症下药举行不同的仪式 来帮助高君的结果 那么 高君他种的究竟是什么古呢 这个先娘 他通过仔细的查看鸡蛋蛋黄的形状 得出结论了 高君种的是一种蜈蚣骨 接着呢 先娘用一个盛满清水的碗 焚香烧纸 举行了一个叫做化水的仪式 然后呢 把这拆了纸灰的水 让高君喝了下去 整个仪式的过程呢 看上去那是高是莫测 先娘的架势呢 更是让人觉得他凶有成功 那么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高君的病情会因为喝了先娘的这碗神仙水 而好久 当节说到 先娘在搞了一通仪式之后啊 查出了高君种的是一种蜈蚣 还捣不出了一碗鲜水来解骨 按说呀 那高君喝了这碗神仙水啊 那应该是有如神柱一般 病情突然就好了 可是令人失望的是 这碗神仙水下肚 高君的恶心和呕吐不但没停止 反而是还加重 最后甚至连神志都不太清楚 耶 没啥效果呀 难道说是这个先娘道行不够 对于这个情况啊 先娘呢自由解释 他说 高君啊 实在是重骨毒太深了 一般的办法那都奈何不了了 先娘的话呢 让高君母子那是大受打击 这相当于间接就宣判了高君的死刑了 这先娘都没办法了 你说还能向谁求助了 听到这呢 宁肯的会说了 那还不赶紧送医院啊 这话呀 对当地人来说 那等于是白说 因为他们根深蒂固的认为 只要是中了骨毒 去医院也拜他 医生那是救不了的 因为 孤独他是无形无色 那高君就死路一条了 哎 还没有 还有办法 除了求神明 有草药 他也能解这孤独 在周理育呢 就把这种草药啊 称为家草 所以呢 高君的母亲就请来了一位草药师 在湘西农村啊 草药师 那也是一种祖传的事业 他们不仅能够治疗一些常见的小毛小病 解骨啊 那也在他们的行医范围之内 仔细的观察过高君的病情之后呢 草药师就拿出了自己祖传的草药 哎 就这么几把草药能够解开高君身上神龙剑手不见尾的功骨吗 可事情怪就怪的 喝了两天草药之后 高君呢 还真就好了 是草药真就有这么神 还是这个草药师的道行高深 哎 高君呢 正好有一个学医的表弟 他目睹了事情的整个过程 他对表哥所谓的重骨 其实呢 一直都抱着怀疑的态度 为了查明真相呢 表弟啊 他多了个心仰 他把草药师留下来的解骨神药呢 悄悄的带了一点回家 当打开这个纸包啊 他惊奇的发现 这都是一些很常见的药物 而这些药物组合在一起的作用呢 他也清楚 干什么的呢 用来治疗牧鼠中毒 也就是说呀 所谓的解骨神药 不过就是对付牧鼠中毒的药 而高君吃了这些平常的草药 还真就是好了 说到这儿 你也应该明白了 高君根本不是种了什么孤独 而是吃了没有蒸熟的牧鼠 而表弟知道 那这没有蒸熟的牧鼠呢 那确实是还有一定的毒素 吃了之后呢 确实会让人出现昏迷呕吐 甚至是死亡的现象 那为什么草药师不明说呢 哎 一行有一行的规矩 就像刘谦的同行 不能说出魔术的秘密 这个草药师呢 也不能破坏自己行业的神秘性 那么传说中被大家说的活灵活现 甚至是耸人听闻的蜈蚣骨到底存不存在呢 想知道这个问题啊 我们先来认识一位老人 这位老人呢 今年已经大个五岁了 从五十年前起 为了治疗自己的风势病 他照着偏方开始生吃蜈蚣 你要知道 这蜈蚣 有一对塞紧 里面呢 有蜈蟹 被蜈蚣咬着了 轻则是红肚疼痛 重则呢 那是全身冲出羞克 不过奇怪的是 老人家吃了五十年 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中毒的现象 难道这老人家练就了什么功夫 可以百毒不千 其实啊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原因很简单 咱们里面 它的那个贫致值会比较低 大概是二左右 它是一种很酸的化妆毒素 在屋体内那些毒素呢 你说一些蛋白霉啊 它就会失效 原来蜈蚣咬人 确实有毒 但前提是 这个毒素呢 能够直接进入人的血液 所以吃蜈蚣 反而不可以中毒 而很多传说中 骨婆给人下了骨 都是把这个毒虫呢 碾成粉末 再把这个粉末呢 藏在这个指甲里 如果他想让谁中骨 那就在做饭时 把这个粉末呢 盘到谁的这个饭菜当中 可实际上 无论是蛇还是蜈蚣 只有让他们的毒素 直接接触到人的血液 才能够让人中毒 如果把这个蜈蚣磨碎了 放在饭菜中 这么少的量 除非是对蜈蚣毒素 特别敏感的人 普通人 一般并不会中毒 那么 究竟有没有这个无孔骨 湘西传说中的骨 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骨真的还是 没有骨 真的 这个那个骨还是属于毒药化的 毒药它有三种 一种是属于泡沫性的 比如说像 那个皮霜 那个水泥 因为这边空旷很多嘛 那个猪砂 那个很早以后 上周的时候 这里就知道 你使用猪砂 猪砂里面 就是流化钢 它可以推荐水泥 还有草药 这个草本性的 民间叫做断肠草 那个吃了一个 还有就是属于动物性的 昆虫的那些毒草 其实呢 经过现代科学验证啊 湘西传说中的骨啊 它只不过是另外一种 意义上的毒药 但是呢 这个解释 恐怕很多湘西人都无法接受 因为呢 在他们的头脑当中 骨啊 已经完全被神秘化 诡异化 可事实 就是如此 那种杀人于无形的无骨 至于什么施法啊 诅咒啊 从科学上来讲 它是不存在的 说到这呢 有人又要说了 说既然这所谓的骨 都不存在了 那么那些又让人怕 又让人恨的这个 骨师骨婆呢 又是怎么回事 反正接下来是人人痛恨 有些就是 他那他祖国以后 从背后指到他里 古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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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死快活 古婆 古婆 快死快活 这么说来呢 要是一个人承认自己是 古师古婆 除了搞得自己变成 人人唾骂的过街老鼠 那是得不到任何的好处 那为什么直到今天 湘西的大部分的村庄里 还有被认为是 古师古婆的人存在 实际上呢 即使在湘西 从来都没有人真正发现过 古婆放股的证据 而那些被指责成 古师古婆的人 其实呢 多数都是一些 凄凉孤苦的孤寡老人 这些人当中呢 很多都因为备受歧视 而发生了心理凝聚 他长期处于一种 受压的这么一种状态 受歧视的状态 他也没有反抗的能力 有一些他想抗争 他无法抗争 那么你说他是放股的 那么他也自我认同 好 我就是放股的 你们都不要靠近我 你们也不要找我 他也自我封闭起来 然后他也成为一种精神上的 反抗的自我认同 也就是说呀 世上根本就没有那种可怕的 更没有下骨害人的骨师骨婆 相反 这些被大家又害怕又憎恨的 所谓的骨师骨婆 倒是真正意义上的受害 说到这儿 红宇呢 想起了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说是汉武帝晚年的时候 因为宠臣江冲 他打小报告说 说太子刘旭 为了早日继位当皇帝 埋下了木头人 对汉武帝呢 下骨诅咒 所以呢 汉武帝才会贴弱作病 那么因为信了江冲的话呢 汉武帝大开杀戒 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和两个孙子 以及上万名无骨者 就成了刀下猿鬼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巫骨之缘 而事实证明 这纯粹啊 那就是江冲的栽赃陷害 由此看来呢 巫骨的确是害人的东西 只是呢 他的可怕之处 不在于那些蛇虫鼠蚁和恶毒诅咒 而在于他能够破坏 人和人之间的那种信任 让人们之间呢 充满了猜忌和怀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